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最终会将我们的仓库放到哪呢 放到远程 什么叫远程 放到gethub的服务器上 放到了gethub的服务器 只要我们有网 我们在我们本机写完 在公司写完之后 你再回到家 是不是也可以去工作了 对不对 你看 这就是为了你让你回家去工作 说没油盘 没事啊 无所谓了 对不对 没硬盘 不打电脑回家 这种理由你都找不了 没网 手机开无线 对不对 没费了 没费了就给我赶快离职 对吧 所以说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为了干啥呢 让你回家工作 是不是 那么我们呢 如果我们想 我们想把我们的代码放到gethub的官网上去 就是放到gethub上去 需要干什么呢 第一步 需要创建sshkey 那么在黑屏端 黑屏端 那么在这里 我们输入干啥呢 SSH-KJEN 回车啊 回车 杠T 啊 没有 空格 空格 RSA 空格 杠大C 那么 你的邮箱地址 SSH-KJEN 杠T RSA-C 那么加上你的邮箱 那么 回车 这个不要 在这写吧 那就在这吧 那么看着啊 现在这你先帮动啊 他是不是没让我们去执行啊 他告诉你 这个key啊 执行在哪呢 C盘下 这个users啊 这个目录下 是不是有个.ssh这么一个目录啊 是不是啊 这个路径你要知道啊 我再回车 那么这个再干什么 再回车 再回车 OK 说完这个之后 你就一直回车就妥了 一直回车就妥了 那么回车之后 是不是出现了这些玩意儿 这些玩意儿都甭管它 我们只需要记录谁呢 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 哎呀 等会儿 那么这个目录我们现在就记录到这个目录下 cd 哪个目录 -c- usersers slg- ssh 默认是不是都是这个目录啊 啊 默认都是这个目录吧 中间 废话 那么进入到这个目录下 pwd看一下 我现在在这个目录下呢 你那个你直接就干什么 你那个你直接就干什么 就根据你这个里边的拿啊 这个目录拿 啊 这个目录 进来了吗 这边ls 他会有两个目录 他会有两个目录 一个目录叫私钥 这个是私钥 这个不要叫公钥 啊 就说其实就是钥匙 公钥 就是公开的钥匙能力了 私钥是自己的私有的钥匙 那么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下 cd到这个私钥的目录下 哎 这个这个不是目录的 这是文件了 是吧 我看看 啊 这是文件 啊 这个玩意 你们你们当时讲 另一个介绍了吗 这玩意标识了文件的一个 第一个标识文件的类型 啊 这个横杠表示普通文件 d表示那个那个目录啊 l表示链接吧 还有管 p表示管道文件吧 b表示啥玩意都忘了啊 那么接下来这九位是权限啊 前三位啊 代表你自己的啊 中间三位代表你同组下的其他用户了 最后三位是游客的啊 那么r代表这个对这个文件 你自己可以对这个文件可写可读 r是读对吧 w是写后边是这个应该是x 是执行的意思吧 是x吧 忘了啊 那么rwx如果都有说明这个权限都有啊 一般我们会默认的叫什么777 就是全全部的权限 777怎么来的 三位三位 821我给你们说过对吧 哎 那么用那个421来表示啊 那这个值这个钱这个值就是啥了 就是6啊 后边这个就是啥 644这个权限就是啊 他的权限 这个文件的权限就是644啊 那么这个等讲linux你们还会再继续啊 那么这个这个idrfa就是我们的公钥 你看他id-rfa zit 啊啊 id 从这儿 从最开始 不算这个北京呢 什么rc 这个这个key啊 就要哪呢 或者你你也可以干啥 我告诉你 你你直接 我看看好不好 opn点 啊不好用 靠 这个在linux比较好用的 这啥意思 打开当前目录 这个应该在windows下是好用的啊 但这个 那是啥呢 忘了 忘了 那么你就把哪个给我复制一下呢 从这儿 一直到哪呢 最后 这结尾 copy 你先给我存到一个文件里去 新建一个文件啊 你不要用那个那个那个那啥文件啊 那个文本文件啊 就用发不大 把这个复制进来 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是看的这个文件 看的是可以查看文件啊 把这个文件的内容显示在黑名端上 就沾这么一点 这么一段内容 一直沾到结尾 就OK了 很 这很 很简单吧 我靠 点啥去了 那么这个 我们是不是记录了一下这个死要啊 刚才 是吧 这个为什么 这个我们要创建一个钥匙 要不然 啊 你怎么 你们我们是不是都在官网上已经注册了 对吧 那么我们需要将我们这个钥匙 添加到哪去呢 添加到你的给他哈部官网上去 要不然 你想啊 你有一个给他哈部账户了 对吧 你以为谁都能向你的给他哈部账户去传参 去传那个那个代码吗 不能吧 任何一个人都能访问你的给他哈部 直接往你那里传数不行 别人都能从你的下载 但是我想往你的那里边传一些代码能让我传吗 不能是不是 那个只能是自己往上传 是不是 那么这个钥匙就是要标识 谁可以往里传代码用的 能解了吧 那么我们在我们黑名中 我们自己的本级电脑是不是生成了一个 SSH key啊 那么我们将这个key 挂载到我们这个官网上 就OK了 那么这个你的这个账号 你的这个给他哈部账号 以后只能用 带有这个钥匙的电脑来上传文件 能理解了吧 能不能理解了 就说我配置好之后 我这个给他哈部只能由我的这个这个电脑来上传文件 别的电脑能往我这里传吗 不能 那么我们怎么来 首先我们要登录别的哈部官网 登过吧 一家 登过吧 一步一步操作啊 那么选择 首先这里是有个设置啊 选择这个sitings 啊 这个你们验证你们的邮箱了吗 啊 不验证邮箱不能操作啊 那么点击这里 下边是不是个sitings啊 有吧 点击这个sitings 左侧是不是 这这这里边现在出了一堆一啊 对不对 出了一堆一 那么我们就继续来走 啊 选了这个 有个ssh 什么玩意儿的 对不对 ssh 这个玩意儿 选了他 ssh gpg kiss 当然了 我这里边已经存了一台 这是我存的是 我麦克本了 从那我麦克本 就是我现在我麦克本 是不是可以往我这个账号 去上传代码啊 啊 那么我可以干啥呢 再 new一个 比如说你这个账号 是可以有多台电脑来 上传的 但是 只要 我得把这个在电脑的p 是不是保存起来啊 那么我这个可以给的 我不得给的 你可以干什么的 你看着 我在这里告诉你了 找到了这里了吧 那么在这里 是不是找到了这个 这个 哎呀 我怎么用的这个公钥呢 我这个里边 我要用的是公钥 是吗 行吧 那我们换成公钥吧 其实私钥也行啊 kit 呃 我们应该 那个公钥的叫啥来的 kit id p 这个少一点啊 对 私钥也可以往上挂 copy 我们把它换成公钥 放在这了 公钥放在这了 这个油箱 你沾不沾的无所谓 但是我还是全沾了啊 来 就换一个钥匙的问题啊 这个还没动呢 那么是不是拿到了这个钥匙了 啊 拿着钥匙干什么呢 我们刚才点击这个什么 newssh key 就添加一个 kato 啊 凯哥 dowf windows电脑 完了 把你这个钥匙干什么 往这一复制 呦 钥匙 钥匙 刚才我们是不是找到了公钥啊 公钥往这一站 那么你看啊 我这个起的一个名 那么我钥匙就放在这了 那么钥匙放这了 我就再点个啥 IDDFFK 是不是就OK了 我是不是现在有这么一个钥匙 就是说下一次 我再提交代码 其实我会带着 我们的公钥过来 那么我的Github账号会验证 我这里边有没有你那个公钥 能理解了吧 有的话你就干什么 我就能让你上传代码 没有的话你能传上来吗 传不上来 我负责的是公钥 负责的是公钥 不要密码 这不要密码 你们第一次需要填 需要你们的应该是写你们Github的密码 第一次需要密码 在这第一次配那个那个钥匙的时候 配着完了 配着完了 接下来 这个我说不要后边的邮箱对吧 这个要不要其实咋样 无所谓啊 但是其实理论上钥匙是不带邮箱的 能知道吧 但是你放上也无所谓啊 那么这里边我们是不是就多了这么一个钥匙了 对吧 我们就多了这么一个钥匙了 好了这个 那么接下来测试密钥是否通过 你说我们的钥匙成为成功 钥匙书配完了 配完了之后在这书这个 ssh-t git at github.com 回车 啊那么当然是业份了对吧 咋呀啊 你看什么 sha4个s sha4 是不是成功了 这显示成功了 对不对 对吧 那么成功了 你就显示成功了 你再来上你这里 你这我们是不是这个页面啊 你这个页面再刷新一下 你会看到另一个效果 哎钥匙绿了 说明可用 钥匙绿了 说明这个可用了 这里呢 这个这个这个玩意 到目前为止 我们仅仅仅只是让我们本地的电脑和谁连起来了呢 和github连起来了 啊 仅仅只是和github连起来了 那么我们需要将我们本地的仓库干什么 是不是放到我远程仓库上去啊 将我的这个代码是不是放到远程上去啊 对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 创建远程仓库 创建远程仓库 比如说 这个s用c这个目录是不是我们本地的仓库啊 是本地仓库吧 但是他只能是在 你如果像他想回家工作的话 你只能是把这个这个这个文件是不是拿走啊 是不是啊 对吧 那么我们干什么 我们将我们本地仓库的内容放到哪里去啊 远程仓库啊 上边我们是干什么呢 是我们添加我们的公有密钥啊 把我们的密钥是不是添加的github的官网上去了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干什么 在github上创建一个远程仓库 那么我们将我们本地仓库的内容放到哪里去啊 远程仓库上去 那么当你回家 你上了github 那么你在一刻龙你在一下来 你就能将你远程仓库上的内容下来到哪去啊 本地 你本地就会成为一个本地仓库 那么你再还可以将你本地仓库内容再提交到远程仓库上 是不是又归命回去了 对吧 你在家里修改完代码 你第二天去公司 你在你在从远程仓库你再给他拉下来之后 你是不是就是完整的一个一个代码啊 是吧 那么我们继续来走啊 第一步啊 这里是不是有个小小小猫啊 对吧 创建我们怎么去创建远程仓库啊 点这个猫 那么点完这个猫了吧 点完这个猫 你看这里右侧是不是有个妞啊 其实你这里也啥 start和project 这不也行 是不是啊 那么这呢 我这个我这个我写的二 这个是不是妞什么玩意儿呢 是不是点这个啊 创建一个新的一个仓 一个一个远程仓库的意思 能列了吧 这就创建了一个新的远程仓库 在这里我们要我们要干什么 配置一个这个这个 呃这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仓库的一个名字啊 但是我这个是不是 我看叫啥名呢 S用CK 没用了 OK 不用了 S用CK 那这个名可用 第一步是不是添了这么一个名啊 这个啊 public和private 对吧 这个你就甭选了 这个甭选了 我们甭管了 就用public private你得花钱 你得花钱 这个私有的啥意思 别人下也不也不能下 知道吧 那么public 你只要传上去 别人随便下载 啊 那么下边还有啥呢 这个啊 给他加上一个文件 这个啥意思 初始化 初始化一个什么呢 呃一个read me 因为是不是讲解一下 我这里边工程里边都有啥意思啊 那么这个啥也点啊 给他什么 这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一般我们就行 那你就行了 这是啥意思啊 这个是我们网上啊 网上 网给他哈巴上传的时候啊 或者我们提交代码的时候 有一些代码 我们是不需要网上提交的 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一堆三番库 啊 一堆三番库 我们想往给他哈巴 软程服务器去放代码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把我这一堆解 比方说你这个代码 这个三番库 有一百兆 你是不是要把这一百兆也要传上去啊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文件里边去标识 我这个文件不需要传到给他哈巴 那个远程服务器上去 啊 这个我们先不用 这个难就行了 那么选完第一步写了个名 第二步写一个放了个read me 对吧 第三步干啥了 可瑞他 这个玩意就OK了 那我们就创建了这么一个远程仓库 这个仓库现在在哪呢 在给他哈巴的服务器上的 你说在给他哈巴他们那个公司是不是有台电脑啊 你就在相当于在他们的那电脑上创建了一个目录 能理解了吗 你相当于在人家那个公司的电脑上创建了一个目录 当然这个这个是不是现在是空的 说没有任何数据 没有任何内容的了 但是里边是不是有个read me啊 有个read me啊 你们学的点这个星是吧 星级越高的 他会越靠前 点了几百 其实点了几百个就已经挺好了 你知道吗 一个公开的项目要真点几百个 就已经不错了 四个多几百个 别人给你点的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是不是就创建好了一个远程仓库了 对吧 这就是一个远程仓库了啊 那么 关联远远程仓库 你说 你看啊 我们在get hub官网上 那边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远程仓库啊 我们现在这里是不是还有个本地仓库啊 那么他俩现在有任何关系吗 没关系呢 对不对 还没啥关系呢 那么 看到git remote add orange远程仓库地址 比如说要让我的这个哪呢 现在我是不是在这个iPad 我要进入到哪个目录下 我现在我还是在在我们这个仓库目录下啊 是不是在我们的仓库目录下呢 不是让我们这个本地仓库去关联这个远程仓库 是让我们这个电脑去关联那个远程仓库 能理解吧 那么 git remote 那么远程仓库地址 远程仓库地址我们现在知道吗 不知道呢 是不是啊 怎么知道的 我告诉你 这玩意可不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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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径 上面这个玩意儿 不拿它啊 我们在哪拿 在这呢 第一步有个克隆或者是当闹的 对吧 这是表 点这个 那么这里边有有有两种啊 一种是什么 U字SSH的是吧 是吧 你看你点下这个 这个就是git hub的地址 你点完那个是不是就变成U字HDDB了 对吧 那我们要用的哪个 用的是U字S 你看这我这显示的是U字HDDB 是吧 说明我用的是谁 SSH是吧 是不是啊 你看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远程仓库的地址 我们要关联到这个地址上去 或者你不用选你直接点这个也复制 点这个就复制了 看到了吗 人家给你做的很贴心 复制下来了 �리 点这个地址 你们俩与你